那我們現在這邊我就實際操作一下這個所謂的切層軟體 剛剛你有的模型之後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進到切層軟體 讓它把模型就一層一層的切割出來 這樣才有辦法進到所謂的3D印表機裡面 那我們以剛剛那個魚來看 來你看這邊 你看這裡有兩個版本 你要哪一個版本都沒關係 假設我要後面就是掉桶在後面 我就把它丟進來就好 丟進來 好一隻魚進來了有沒有 那麼進來了之後啊 這個軟體它告訴你 這一支Size要印一個小時40分鐘 然後呢用掉3.97公尺 它其實因為擠出來線都蠻細的 有點像各位在用那個就是溶膠 所以其實3.97 不是真的就是那一卷3.97沒有那麼長 因為它蠻細的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在這裡 你進來之後啊 這個就是我的列印平台 列印的平台 那我點到這個模型 你可以看到它真正列印的時候就像這樣子 這裡 這裡我們可以我先顯示它不同的 這裡 有塗層 這個呢就是它這樣切割的 你看 它就是像這樣一層一層把它切割 所以一剛開始它沒有馬上印 它會先有一個網狀 好現在有一個網狀 然後呢開始慢慢的一層一層 有沒有開始列印上去 所以這個就是切成軟體要做的事情 好你3D模型進來 它一層一層的進來 那你在這裡看的時候啊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並不是完全都是實心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印完全實心的 第一個列印時間比較長 第二個用的材料是比較多 所以要看你自己用的用途 你今天要它比較堅固的 當然用實心的 所以我們在左手邊這邊 你會看到它有所謂的填充的比例 有沒有密度 填充密度 你填充密度越高 代表它列印的材料會越多 那也會越堅固 好會越堅固 好所以它總共切了45層 慢慢的一層一層累積上去 這樣印好 好這樣你就會比較清楚 那這個呢 是我們切回來就是標準的 這樣檢視 那我今天呢 如果我們列印的時候 一般我會經常把它打平 也就是打平 我不要站著 站著印 什麼叫站著印呢 如果我是這樣子 站起來印 比較容易失敗 為什麼 因為你這邊有很多要 很多地方是要有支撐 對不對 我們說3D列印 如果你是這樣印的話 它下面好像有鋼 那個印架一樣 一定要有些支撐 你如果沒有支撐 你看我們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如果用這種方式印的時候 你現在看到的下面這個 藍藍的叫做支撐 所以 所以 跟各位 在做一件事情很像 你們 不是都有那個印刷的經驗嗎 請問 電腦上做好了 直接拿去印 輸出印刷就好了嗎 有沒有很多細節要注意 CMYK 顏色有沒有對 對不對 紙材不一樣 紙也不一樣 機器不同 設定也不同 所以 我們現在3D列也是一樣 跟各位 你們在做印刷都相同 現在只差來說 你模型有了 我要怎麼印會比較好 以這支雨來講 我就不會這樣印 因為這樣子不僅慢 你看 列印時間有沒有拉長 用掉的材料有沒有比較多 所以 我們很斤斤計較好嗎 因為 你沒有斤斤計較 有時候 方法錯 出來的效果就不好 跑出來的效果就不好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把它 來 我就切回去 在這裡 標準的 我把它重設 所以像一般 我們大部分都是 躺平比較多 你只要改變過了 那這個地方 它就會重新幫我們算一下 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 比較基本的 大概是 所謂的B厚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列印的厚度 大部分是0.1到0.3 那你知道 越粗的話 代表解析度越差 因為它一條線就很粗 所以 你要更好的 就是到0.1 0.1 那當然 因為它印的比較細 所以時間會相對比較長 那再來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這個 填充的密度 那你在這裡呢 它也會有所謂的 支撐的類型 以我們剛剛那種情形 你看 我們剛剛在這邊做旋轉的時候 然後 點到它 我們來做旋轉 你如果像剛剛這樣子 把它撐起來 讓它站起來 讓它站起來 現在這樣站起來 對不對 站起來 那它這個 預設支撐 是每個地方都有支撐 所以我只要切換到這邊 你就看到 喔 這裡有沒有都撐起來 那我撐的方式不一樣 我也可以不要支撐 如果你不要支撐 有沒有這樣都印 可是我可以很確定的可以講 這個 印到這邊 馬上就滑下來 喔 如果我用這個方式的話 所以如果我躺平 其實我可以不要支撐 這樣了解嗎 好 那這些 因為各位其實你本身 比較不需要去 如果你交給別人定應的話 基本上這些你就 不需要太多的那個操作 你只要告訴它你要什麼樣的就好 錢多少 你付就好 這樣了解 好 所以 一般來講 這個我通常都不需要支撐 那 這個呢 我就讓它 回來一下 重新 回到這邊 那 一般如果我讓它小一點 我就會來這邊縮放一下 比如說你現在可以看到 它現在的大小是多大 我看最長邊 有沒有 是不是9 這是9公分 不是9mm 高度是9mm 然後呢 寬度 應該說它的長度 就是歪軸 最長的魚身 從這邊到這邊 是8.4公分 84mm 所以比較大隻 好 那如果我把它縮減一半 就是我用縮放了0.5 預設是等比例 所以我用0.5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隻魚最長就是 1.5公分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4.3公分 有沒有發現 時間馬上變短了 因為我只剩四分之一嘛 S軸 Y軸 再加上D軸的縮放 所以就變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時間呢 就會縮短很多 那當然 就看你自己 比如說我用0.7 也應該差不多三四十分鐘要 有沒有 所以我用0.6 好 等一下用這個來印 那以這個來講 連下面這裡 我就不需要自身 因為 這種魚 我發現 完全不需要自身 印出來 你就會動 我就不用踩 好 就不用踩 所以等一下呢 我就用這一隻 來印 有人要嗎 沒有 喔 有人要 好 OK 那你看我們這樣弄好了 我就可以把它存起來 把它儲存起來 那 這個地方呢 你從這邊存也可以 我從這裡存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 當我們切割了 切成軟體做完之後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叫GQ的檔案 這個就是可以拿到3D列印表機 給它使用的 這樣清楚嗎 一般3D列印表機 我們比較不會像 各位平常的印表機 怎麼樣 直接接在電腦上 各位 你要知道 萬一你要列印的六個小時 你電腦是不是要接個六個小時 浪費電 所以大部分我們的3D列印表機 通常都是它有用記憶卡 好 讀卡記憶我就直接讀就好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個 那個過程 那等一下 我這邊 就是會實際把這一隻印出來 你可以自行觀察一下 那待會兒呢 我們會請那個 請同學來挖堡 要自己纏起來 要自己纏起來 這樣了解 OK 所以 我現在就把鏡頭轉到這邊來 在這裡 好 這個拿下來好了 這樣你就看到那一台了 對不對 好 那這一台呢 這種印表機叫Delta 它就是可以列印的範圍比較大 所以我今天走路來比較慢一點 好 有沒有看到一坨已經在那裡了 我們家蛋糕做好了 就是那個鏡線 它的線是這樣子 這樣子 我用的 現在這個用的就是PLA的線 這個 就是玉米材質 玉米材質 它就是塑膠的 可是 相對就是 比較無毒 安全一點點 當然它還是塑膠 所以 它的缺點就是 它比較脆 所以如果你 摔下去 比較有機會破掉這樣子 但是還是沒有那麼脆弱啦 只是說 相對來說 它是比較脆的 而且 放久了之後 它就是 會比較 那個會更明顯一點 好 那現在呢 你要列印的時候 要怎麼立 就是 像我就 反正我這樣操作 你就看得到了 好 就是 我們在這邊 好 那一般來講 因為它會列印在這個平台 會列印在這個平台 所以 你這個平台它是玻璃 那你要讓它能夠怎麼樣 要能夠黏住 有幾種方法 一個就是 我們在上面 比如說 最常見的就是像 用這種 紅膠 這你們都看過嘛 對不對 紅膠 一般的就可以了 那也有一種就是 貼膠帶 貼那種 就是比較耐熱的膠帶 只是也都 也都不便宜啦 看你要哪一種 都可以 這是第一種 所以我就會在上面塗上去 那再把檔案 它的記憶卡在這邊 所以等一下我就會把 剛剛那個檔案 就摳到這邊 就直接來做列印的動作 這樣了解 好 那你就等我一下囉 好 好 剛剛的檔案在這邊 有沒有1.44G code的檔案 我就把它放進去 那各位 順便有一個跟大家說明一下就是 你要拿去3D列印這種 最好不要用中文的檔 因為通常中文檔也會有問題 所以 包括我都會用英文的齁 那 通常我自己的命名方式 我會把它加上時間 比如說我剛剛這樣一看 這個列印的時間需要多久 是不是大概30分鐘 我就會在檔名上把它打上去 因為這樣子我比較知道 以後 我這個 前面是小時 後面是分鐘 這樣我就比較清楚 這檔案印30分鐘 這是每個人命名的檔案方式的習慣 只是我習慣這樣用 因為 以後我就不需要怎麼樣 再來電腦那邊看 我就直接傳過去就好了 好 這樣我就傳到那上面去了 OK 所以我看一下 確認一下 這裡 有這樣進來了 所以我現在呢就可以把它抽出來 進到這邊來讀出來 好 那在這裡的話我就先把我的 紅膠我就先放進去了 我就先大概塗一下 它只是做一個底 它只是做一個底 那 我就從這邊開始 找到我的檔案 這個時候呢 它要開始加熱 好 加熱 那加熱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講說 山地練一下就像什麼 熱熔膠一樣 所以它上面這邊有一個 就是 那個噴頭 好 那另外就是這個底板 因為啊 如果你下面沒有加熱的話 它很快是擠出來就冷卻了 那你上面要疊上去就不容易 所以 它下面這個底板也會加熱 那至於說要加熱多久 要看天氣狀況 因為你天氣比較冷 我可能就要溫度比較高一點 它比較不會那麼快就冷卻了 那像現在基本上還算夏天啊 現在很便宜 所以我這個底板 我大概就是只有用到40度 那上面這個噴頭的話 因為我用PLA 所以我這邊就是到196度 所以等到它現在加熱完 我現在先把它調整一下 加熱完 其實這個部分它基本上很快啦 好有沒有 它就下來了 那麼它下來不會馬上開始硬 它會先在外面先繞一圈 因為要先測試一下噴出來順不順暢 這樣了解 那它就會開始再做一個底 那以這個來講 它還會做就是那個水平的定位 所以你會發現它會先 在外面先繞一圈 就是整個平面它先定位過 那個平面有沒有做 有的會做這樣 有的沒有做 那這個就看每一台機器 它不一樣 這樣了解 所以你實際這樣看過 跟你看影片 會有比較不一樣的感覺啦 因為我是比較希望 各位有機會 那你可以就是實際來操作看看 像我們在推廣中心那邊 也有上類似這樣的課 我們就是讓同學 就是自己操作 我就機器就留在這邊 好 它已經快定位完成了 等一下它就開始 從中間就開始做獵翼化 這樣我上課有沒有很累 我還不苦耶 好了它已經定位完成了 好那現在它就開始準備做獵翼的動作啦 所以 我就把它拉來這裡 這樣 看得比較清楚吧 好 那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 噴頭 那它旁邊也有風扇 現在就是一層一層 這邊已經有一個好了 這邊 我看到了齁 其實跟 我已經看過很多次 所以 現在心情都很平靜 只要手不抖就好了 來這邊你可以看得到一下 它就一層一層 像你剛剛看到這樣 一層一層慢慢的移 這樣知道為什麼要移那麼久了吧 好 它的外型已經有出來了 在這邊 這樣了解齁 好 我們就等它啦 這個就讓它自己慢慢做 40分鐘之後 30分鐘之後它就好啦 今天另一層的線就是長這樣子 紅色的 其實有很多顏色可以選 好 有很多顏色可以選齁 你就可以自己看 你有需要哪一種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